目前的住宅租金升势会持续下去,但是市面上的经济景气还未全面恢复。五贯楼估计整体住宅租金升到三四个百分点就维持横行。 至于内地学生回港租楼,必然会对租金造成进一步推升。看沙田一带的住宅空置率很低就知道,比较看好交通方便的住宅区的中小型楼盘。 买楼收租是好投资,因为各国政府猛印钞票,后市会随着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上升。 自己想在拍卖场尋找些折扣大些的中小型银主盘。 比较不费时间和气力,住宅租金急升的个案都是特例,而特例不应该被当成常例去参考。 吴言德也指出,自己名下位于将军澳的单位也有加租,但实际上是过去租金跌得太多,所以造成部分住宅租金急升。 而且所有租客都是由港岛区搬去将军澳,反映租客的实际租金支出下跌,导致住屋需求都集中在中小单位上并推高其租金。 预料今年整体住宅租金都不会有显著反弹,现时香港的高增值行业收入减少,大部分都涉及60后至80后的家庭。 这些家庭都是大单位租赢的主要来源。当他们出现经济压力,大单位租盘即会欠缺成接力,其租金回报也会下跌。 他坦然,住宅物业的套现速度比起以前变慢,除了自用需要外,买楼收租并不是最好的投资方法。 过去住宅租金对经济表现比较敏感,因此下跌及反弹幅度较大。 而本港新冠肺炎疫情似近尾声,估计内地与香港两地即将通关,商务来往有望恢复,因此对中上豪宅物业租金提高一线。 今年预计会有5%至10%升幅。 而他自己也证物色这类型的物业。 他也提到,料中小型住宅租金会随失业率改善而上升。 估计今年全年升幅约5%。